朋友们好,我是小蜜蜂成城 从白山市江源区那个服务区开出来又开了40多公里 我现在是到达通化市服务区 其实我这个车还能跑100好几十公里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车的油箱不加满 我感觉心里头没底 不然的话我要行驶到下一个服务区 要还是像之前那个服务区的话我就抓下了是不是 先上服务区休息一下 然后驾满游继续出发 今天天气真好 再也不用一进门就健康马这那的 我一直好奇男卫生间是什么呀 还有男澡堂 服务区休息看到一只猫 哎呀 他一看就是这儿的那个啥了 来咪咪 这儿的那个常客了 我给你买了一根火腿肠 你应该其实是过得挺好的 因为你 我感觉你挺胖的 来 这里 哎呀 你看他一点都不认识 骗多少火腿肠 这里 哎呀 你咬我手了 你咬我手了 一大块吗 来一大块吗 这么一会儿把这一大根肠都吃没了 吃饱了 吃饱了 你在这儿慢慢吃吧 好不好 咱俩有缘再见咯 摸一个吧 我不行 我也不 我摸你我还过敏 拜拜 你看我呀 你不跟我拜拜 吃完我的粮食就这么地了 你不让摸 吃完就走 拜拜吧 都不跟我走 这个小猫可是挺会找地方啊 这不比别地强多了 谁路过谁都能给买个肠吃 他就在这个门口待着 他也不走 然后谁来会儿进去 都给他买根肠吃 太会了啊 先去把油加满 我碰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的车 一位来自内蒙的同款车主 聊了一会儿天 又各自加满了油 短暂的交谈后 继续我通往大连的旅程 我会一直记录在我旅行过程中 发生的点点提示 油箱已加满 现在就继续赶路了啊 朋友们好 我是小蜜蜂成成 我的路程才行驶了还不到一半 我还有400公里呢 差远了去了 还才行驶了三分之一 可能是时间长了 没开这么长时间的车 我太累了 又累又饿 孙老板的爱心便当派上用处了 好饿呀 酱牛肉 这是早上炒的排骨 大米饭 哎呀筷子 没拿筷子 出门最幸福的事就是 还能吃上我妈做的饭 我是吃我妈做的饭吃习惯了 我就觉得我妈做的饭好吃 在外面吃饭 吃的不舒服 不是不好吃 是吃的不舒服 今天我要是一直开到大连的话 应该是挺晚挺晚了 我感觉我就会没有心情出去找吃的了 真好 我妈给我带这些饭 我晚上还能再吃一顿 朋友们我有一个问题啊 像我这种出来玩的就是这种 吃饭稍微节省一点 住宿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住车里 像这种旅行的对大家来说 到底是一种 享受啊 还是遭罪 咱就直白点说 那天我在我的视频下面 跟咱们网友聊天 好像是一个吉林的网友 我俩聊了一下就是这个 旅行的费用啊 咱家网友是这么说的 旅行很费钱 头一个月差不多得五六万 五六万呢 我感觉用不上吧 就是即使天天住酒店 咱就找那种便宜一点 只要干净就行 咱也带的那个就是隔脏袋 然后吃饭 一个人吃饭 你够吃就行了 不用什么特别特别高端的消费 我感觉用不上一个月五六万吧 然后他说第二个月差不多三四万 一年省 省着花差不多三四十万 一年旅行生活三四四万有点 有点太奢侈了 像我的话我肯定达不到一年 我只是说在农忙之前 出去走个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 应该是还可以 因为对于我的条件来说呢 我不可能像一些怎么说呢 就是成功认识吧 出去有专车有司机 然后飞机落地就是那种上千块的大酒店 对于我来说不现实 像我对吃啊 对住啊 对生活这些要求方面 我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更倾向于出去走一走 出去看一看 开阔一下视野吧 所以我就是尽可量的压缩成本 为什么买这小饭盒不单单就为了一次 也是为了在我未来的旅行当中 我想去改善一下生活了 我就去饭店点一个菜 或者是点两个菜 然后一碗米饭 我吃不完的 我也可以装在这里打包带走 然后这一天的伙食不又有着乐了吗 我就是这么想的啊 吃饱喝足了我 马上出发 因为我还有400公里的路程 买一个小猫再告诉我 也是吧 好吧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